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2014年4月19日下午5点左右 河南省开封市开封县农民孔运城 骑着电动三轮车 拉着老母亲和四岁的侄子小杰去县礼办事 回来时度过小杰的干爷爷家 他们决定进去打个招呼 晚饭过后天色渐渐昏暗起来 此时感觉无聊的小杰独自从屋中跑了出来 看着小杰在三轮车上已经睡着了 奶奶和大伯孔运城商议决定不要吵醒她 因为车子就在院内 在屋里也可以看到 所以大人们也很放心 孔家母子打算再坐一会儿就走 半个小时之后 孔运城和老母亲起身告辞 然而当他们看向院中的时候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车和孩子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会不会是有人在开玩笑 一家人跑到大街上到处寻找 很快排除了这种想法 老头的闺女 起头有个闺女 跟她起头住了 我以为她是什么 要能退走了 不多长 有个笑话 她说不 她说完全闺女也有钱 她不是 一出来一说成功了 跟自我俩下来说 也说不成了 小杰的爸爸已经去世 她从小就跟着奶奶和大伯一起生活 车丢的可以攒钱再买 但是小杰对于孔家人来说十分重要 她的丢失让大人们都十分自责 要找不着我都准备不回来了 我喝了一跳一蹦走她了 回来咋交代啊 如果我母娘我奶去了 我也不去了 我准备她搁点哭的 究竟是谁把孩子和车都带走了 她的目的究竟是车 还是车里的孩子 当一家人都濒临崩溃的时候 在小杰干爷爷的建议下 他们打电话报了警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圆圆 就是吃饭这么个功夫 停在院里的电动车 还有车上的孩子都不见了 这是谁干的呢 这小偷他是冲车来的 还是冲孩子来的呢 如果车丢了 那倒也无所谓 如果孩子丢了 这让家里的大人怎么活呀 报了警之后 孔家人每时每刻都在期待着 来自警方的消息 2014年4月19日晚上9点多 河南省开封市开封县公安局 接到110指挥中心指定后 立即启动了案件侦破机制 派遣刑警大队第四中队赶往案发现场 毕竟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但是无论是车丢了 还是孩子丢了 这都是一起刑事案件 我们对这个都非常的重视 案发地点位于新萌乡西莱吉村 办案人员赶到后 迅速与丢失孩子的家人接触 了解案子的详细情况 听到警方这样询问 此时情绪激动的孔家人 直接把嫌疑的目光锁定在来 自家的仇人身上 根据孔家人的描述 办案人员了解到 他们怀疑的对象 是2013年持刀杀死小杰父亲的凶手 农村的嚷言 一个人说嚷个言 其他人都解读了 这个说完人 不惜言 没有解他的言 然后这个范天先生 我也都看不清了 你有点笨事 看不清我 不压那个刀 把他扫 小杰的奶奶向警方表示 他一共有五个儿子 其他几个儿子 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只有死去的这个四儿子 有一些惊奇头脑 是个小包工头 对于儿子的去世 他十分惋惜 杀人凶手最终被判处了死刑 此外 法院还判决 他对孔家进行民事赔偿 这起杀人案 使两家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变 小杰爸爸的去世 使得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 一落千丈 据孔家人介绍 小杰的爸爸当初承包工程时 垫了不少钱 家人没有找到字句 这个钱至今都要不回来 而法院判决的民事赔偿款 杀人者的家庭又不肯出 所以现在小杰的妈妈 和不满十五岁的姐姐 都外出打工的 年幼的小杰 只能跟着奶奶一起生活 而杀死小杰爸爸的凶手一家 为了逃避责任 也为了躲避乡亲们的 冷眼与指责 全家六口人 一起远走他乡了 凶手家的行为 让小杰的奶奶十分生气 为了缓解自己内心的气氛 她给凶手一家人 给予了报复 那时候冬家里有点书给的 我讲个辣家 跟他们聊 他们说你聊聊 当啥用啊 不当用 不当用我出入肚脂 然后他那边 那个抢过的八个窟窿 八个窟窿 住鬼东西吃 他都随便都叫他大人能走了 五里一门做好事 都有一个 人家破电锅 一个破洗衣机 一个破电视 我给他弄来买肥金 自此之后 两家彻底交物 于是 这次小杰的丢失 孔家人 直接把矛头 对准了凶手一家人 他们家里呢一直就是说 怀疑是这个嫌疑人的家属 就是说报复他们 把这个小孩给偷走了 这个案件当时我们考虑到 一可能是这个 确实是有这个以前的恩怨 把小孩给弄走了 或者是第二个可能 有人在这个偷窗 或者是直接偷小孩 有这种可能 此时小杰的命运 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他真的是被杀父仇人一家 劫走的吗 他们会对这个年仅四岁的孩子 碰下杀手吗 为此办案人员决定 桥中打扮 前往凶手家中 侧面了解情况 如果是这个情况 这个事态都非常严重 因为这个报复 他肯定把小孩赏死 或者转移 然而就在办案人员 准备分头 张开工作的时候 他们再次接到来 110指挥中心 打来的电话 说一个男子 打电话 在路边 看到一个小男孩 给电动车上来 我们想询问一些事 他有技术向离开现场 当然我就感觉 这个人很可以 一个男孩和电动车 莫名出现 办案人员分析认为 这很有可能 就是丢失的小杰 而这名自称叫小刘的 报案人 让刑警大队大队长 沈全产生了怀疑 于是 大队长立即与 新农派出所取得联系 让他们先行前往 通知他 到现场之后 先把这个报警人 控制起来 当时 这个大队长沈全 就这个 要求我们分两路 一路去这个 就是杀害这个小孩 这一家 这个家属这一家 去他家里的 这个进行侦查 另外一路 去我们这个现场 在刚才报警的这个地方 说见到小孩的这个地方 去现场去看 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 分配好任务以后 一路办案人员 也立即赶往 发现小孩的地方 而在半路上 一名戴口罩的男子 又突然出现 拦住了警车 向办案人员报警称 说他发现了一个 形迹可疑的男子 和小男孩 这个也是报警 说在这个 刚才就是 发现小孩的这条路上 他说有一个小孩 和一辆电动车 小孩哭得很 在这名戴口罩男子的带领下 办案人迅速赶到了 发现孩子的地方 而这个孩子 正是丢失的小杰 此时的小杰 胡闹得厉害 经过办案人员 安抚一番后 简单对小杰 简单对小杰进行了询问 小杰终于找到了 大伙的大伙 大伙都很兴奋 但是有一个疑问还没有解开 究竟是谁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地方 此时前来报案并被派出所控制的小刘 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怀疑 这么晚的你要去哪里 怎么碰到这个小孩的 他说我回家 我们当时感到很可疑 而且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 他一直和我们说 他说那个 我这个找到这个小孩了 对我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我就是从旁边一个路过的 旁边的时候 我停下看了一下 哇塞 从上面坐起了一个小男孩 很脏 结果吓得我一跳 我说你怎么在这儿 不知道 他一直在哭 结果我就在那边等 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人 在旁边喊了有 有十几声 然后我觉得不对 我就开始报警 发现小杰的地方 位于西来集村附近的小路上 位置十分偏僻 平常路过的人不多 而此时 竟然有两人都分别发现了小杰 这两人是否真的 都是路过的好心人 是巧合 还是另有奇巧 好 先给您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 他们是赵丽丽律师 你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特级评论员 程丽庚老师 欢迎二位 观众朋友也可以拿手机扫描一下 屏幕上的二维码 进入我们的官方微博和我们互动 然后解更多的信息 那咱们说孩子找着了 让人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但是呢 你回想这孩子是怎么丢失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大人有可以值得反思的地方 这小杰是跟着奶奶 还有大伯的去串门 当时孩子不愿意进屋 想在这个车上玩 那大人就说 行了 放心 程老师 你觉得这大人有没有太疏忽的地方 一定是有疏忽的地方 才出生了这样一个案件 我觉得可能对于他的爷爷奶奶 他们这样的一个层面 可能对孩子监护这样一个概念 可能不特别清楚 那我们现在其实一个孩子 要有他自己的一个监护人 那因为他这个父亲不在 母亲又去世 可能他的奶奶或者大伯 应该监护起这个责任 那他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 这样一个监护的这个委托关系 可能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在这个当中 我觉得这个爷爷奶奶们 或者说他大伯呢 觉得这个环境是安全的 所以他没有在意 他认为反正就在自己的 那个可控范围之内 在自己家里 所以其实出了事以后 他没得很自责 这两个奶奶说 不行我也不活了 所以我觉得大人带队 孩子监护这个责任 要控制在哪 要看得见 要在可控范围之内 一定要进到他的监护职责 那现在这个小杰 他是父亲去世了 母亲外出打工 他是跟着奶奶和大伯生活 他的监护人应该算谁 这个监护责任在法律上 是怎么界定的 林林 家长首先输于看管孩子 是要承担监护责任的 我国的宪法 民法通责 未成年人保护法 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说家长对孩子的健康成长 要进到应尽的法律义务和责任 那么民法通责中就规定了 父母他是孩子的 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 监护人的义务就是保护 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那看管就成为了监护的中中之重 怎么看管孩子呢 并不是每个家长 每个家庭的一个私事 是应该上升到整个社会层面 乃至法律层面的一个法律意识 去年房山法院有过一个判例 孩子逆亡 家长负有一半的责任 那么小杰的这个情况 他的现在的法庭监护人 应该是他的大伯和他的奶奶 所以他的大伯和奶奶 要对这个事情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们说追究这个相应的监护责任 但是其实看孩子可能都是自家人 到时候我们就很难说 自家人再去追究 那么这个看管责任 什么时候能够体现出来 孩子受到了伤害 在请求伤害人 进行民事赔偿的时候 法院要对这个责任 做出相应的划分 就是你自己家长有疏忽 人家对你的民事赔偿 可能就会减少 对 是的 现在这个小杰的奶奶 怀疑这个事 是他们家的仇人干的 这个孔家还真的就是有个大仇人 而且是可以说是血海深仇 那警方现在却并不这么看 他们锁定了一个新的目标 我们来看看他是谁 报案人员觉得 报案人小刘和口罩男子都十分可疑 于是对二人分别展开询问 通过对小刘的进一步询问 最终警方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 报案人员排除掉了小刘的作案嫌疑 而这名戴口罩男子的异常行为 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把灯一打开 我看到这个人就是满头大汗 很紧张 不敢看我们 我跟他说 我说你把口罩摘掉 他说那个 我是一个报警人 他说我向你们提供情况 他说这个 我现在马上走 你赶紧问吧 就是有什么 你赶紧问两句就行了 我呢 你是哪儿呢 他说我是真溜了 这就哪岁的 能直输脚掌 这时候他直之勿 回答不上来 这个地儿不使他 会趁着了必经之路 另外当时天洁非常好 戴了一个口罩 也值得欢迎 这位戴口罩的男子 一直保持沉默 办案人员只能将他 带回刑警队 继续了解情况 经过了解 男子叫李军 警方通过内部系统网 调查到了他的信息 发现李军竟然有犯罪前科 他曾因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超级一把刀 就是扎了对方一下 正好扎到这个大腿的 这个动脉上 就打120来进行救治 但是最后这个人 没有救治成功 还是死了 因为这个 他因为故意伤害 就坐牢了 李军今年47岁 是开封县杏隆乡的农民 他一直带着妻子孩子 在城里做小买卖 直到1998年 发生了一件事情 打破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 妻子出轨的事情 让李军非常痛苦 他甚至冲动地 剁下了自己的手指 来发泄情绪 妻子出轨的对象 是城里的出租车司机 李军也曾经和他 几次大打出手 在一次打斗中 李军持刀扎在了他的身上 指导了李军的犯罪前科 办案人员对孩子的事 向李军再三审问 最终他承认了偷车的事情 李军说 自己入狱后 妻子便和他离了婚 出狱后的他一个人生活 一直靠着打零工维持生计 偶尔去市场卖菜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以很低的价格 买了一辆被盗的电动车 手头拮据的李军发现 偷电动车是个 来钱比较快的方法 经过我们的审讯 据他交代 他从去2013年开始 到我们抓着那一天 他一共 盗窃了17辆电动车 尽管李军承认了 自己偷三轮车的犯罪事实 但无论如何都在强调 自己没有偷孩子的想法 据李军供述 案发那天 他一个人喝了半斤白酒 就骑着一辆电动车 带着螺丝刀等工具 到处转悠 刺激作案 在经过西来吉村时 李军发现 路边一户农民的院子 大门敞开着 院子里没有人 里面停着一辆 红色电动三轮车 钥匙没有拔 观察一会儿后 李军决定出手 他先将自己的电动车 放在村口的小树林里 在徒步返回案发现场 推走了电动三轮车 往北走 走了有 就是五六分钟的左右时候 他就感觉离这个村比较远了 然后他就下车准备去接手 想方便一下吗 方便一下 你长腾做几个小孩 一锅下来了 锅子一下来 推着膛了 本想着偷辆车 却连带着偷了个孩子 这是李军无论如何 也想不到的事 小杰的哭泣 让李军突然想起自己的女儿 在1998年李军被判刑后 妻子跟他离了婚 但并没有带走女儿 孩子一直跟着爷爷长大 这曾经一度让李军 感到非常内疚 李军知道 出轨的母亲杀人的父亲 让孩子一直在人前抬不起头 在他出狱后 女儿也对他表现得异常冷漠 女儿已经因为自己受到了伤害 眼前的孩子 也因为自己与家人分离 这让李军越来越忐忑不安 我也有孩子 那孩子都是自己的父母 实际上掉下来 还是我 李军说 怕自己倒车的刑警败露 他不敢直接把孩子送回家 孩子该怎么办 让他左右为难 而正在这时 另外一名报案人小刘 正好开车路过这里 李军以为是孩子的家人找了过来 于是他找地方躲了起来 李军表示 自己当时看到那辆车停在了渡边 他不敢出来 可又放心不下孩子 左思右想之后 他决定去给孩子家人报个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直到李军发现 这名赶来的男子报警以后 确定对方不是坏人 才放心地离开 就在李军去给孩子家人报信的路上 他遇见了赶来的罢案人员 于是接下来 李军报案的那一幕便发生了 尽管小杰已经被解救 但是这次经历 对小杰的内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喝了 奶奶我可害怕 可不然光着害怕 黑路见手 我都捏住手等跟住他 他自己也不敢出来 而说起这个犯罪嫌疑人李军 孔家人至今都觉得心情矛盾 哪还怨恨他啥 他头来 他要是说不是他头来 他来得对咱说信 将光着信号的了 就是他头来不是还得恨的了 过吗 也可能能怨恨 一会儿他一看有小孩 他又不来对手了 您要他不然连小孩那人 开火车串动 您也不合着啊 这黑人还管好 管好的心 要黑又给你送过来了 这黑也没出了啥意外 在SRM巡视 这都可以都原谅他了 这还是个好信任 2014年8月18日 开封县人民检察院 向开封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依法组成何议庭 于2014年9月17日 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共盗窃12次 价值41053元 有投案自受情结 当庭认罪态度较好 我愿对被告人李军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并处罚金一万元 被告人李军 对该判决 没有意见 没有提出上诉 在知道儿子因为盗窃罪 再次进入监狱后 李军的父亲十分神奇 李军的父亲说 尽管自己对儿子十分生气 但是他还是希望 儿子能够好好改造 一时的贪念 让李军再度锅当入狱 从作案到自首 是孩子的出现 才激起了他的善念 正是因为 这善与恶间的一次抉择 让李军低头看到了 自己的良心与罪恶 终于迷途知返 这事真是让人越想越后怕 多亏这个李军 他良心发现 把孩子送回来了 我们想想 如果他偷了车以后 他发现 又还有个意外收获 这车上还有一小孩 他要把孩子卖了呢 就算他把孩子 随便扔在路边 当时这个荒角野外 这个黑灯瞎火的 那结果也是不堪设想 咱们把这情况 再想的这个坏一点 如果说 他要对这个孩子 下了毒手呢 因为这样的事 不是没有 比如说 我跟您说一个案例 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 在长春 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当时呢 是有一个偷车贼 偷了一辆这个私家车 开出去以后 才发现这个车的后座上 躺着一个 两个月大的男婴 这孩子醒了以后 就开始哭闹啊 然后这个偷车贼 就慌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呢 他就把这个孩子掐死了 然后埋在了这个路边 当时这个事出来以后 就是激起了 很大的民愤 很轰动 大家都说 这个人这个千刀万剐 都不可恨 我们两件事相比较 跟今天这个事相比较 当然我们不能说 哪个贼更高尚一点 是贼都可恨 但是呢 就是相比之下 这个李军 他能把孩子送回来 这个举动 程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在这个小牌当中 有那么一句话 就是说李军在低头 看到孩子 那一瞬间呢 激起了他一个善念 和他的生活经历 有一个关系 他整个犯罪过程当中 他其实目标就是这个偷盗 也看出他是为生活所迫 当然无论如何犯罪分子 一定是这个我们一定要 痛恨要谴责的 但是他在对于生命 对于孩子 这一点上来讲 他是善良的 包括他在第一次犯罪当中 他和对方起口角 他捅完人以后 马上他就把他送到医院 只是说抢救魏国 所以他为什么还能活着出来呢 他不是恶性的 那比较刚才那个人 虽然他这个目标是投车 但是他看到孩子以后 他把孩子的生命伤害了 这个人的本质是罪大恶极的 所以这两者再比较起来 性质上有完全的不同 所以我觉得人的善念要有 所有犯罪行为 我们都要谴责 但是一定要提醒 人们内心的善 要站在上风上 可是你说他这样的事 怎么定性呢 在法律上 他本来是想去偷车 结果没想到车上有个孩子 顺带着把孩子偷出来了 这是算盗窃呢 还是算拐卖儿童 李某的这个行为 应当认定为是盗窃罪 我们从他犯罪的 这个主观动机来看 他的目的呢 就是要盗取这个电动车 事实上他也完成了 整个的盗窃行为 小杰呢 在这个车上睡觉 是出乎李某意料之外的 虽然他是因为这个意外事件 最后呢 导致被警方抓获了 但是从他的犯罪的主观故意 以及客观结果来看 是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而不是拐卖妇女儿童罪 那这个李君 他是偷盗过很多次 刚才说偷过17次这个电动车 他应该算是累犯了 是吧 但是认定呢 他这次是有自守情节 那按说可以给他这个量刑上 可能会有减少的一部分 他这个自守 我就想问你 他怎么认定的 因为他当时拦这个警车的时候 他不是说想去自己认账 他就告诉你 这个发现离孩子 发现离车 这个能认定为自守情节吗 这个能够认定自守情节 他虽然是因为孩子的情况 报的案 但是当时警方并没有掌握他盗窃 其他盗窃这个犯罪的事实的情况之下 他又交代了他盗窃的 这个犯罪的行为 所以是自守 那自守呢 他是一个法定的从轻 或者是减轻处罚的刑结 盗窃公司财务数额较大 他又多次盗窃呢 是要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还要病处和担处罚金 他主动投案了 如是交代了 供出罪行了应当认定为自守 是可以重刑和减轻处罚的 那么他之前因为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过有期徒刑 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的五年之内 他又犯了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之上 刑罚之罪的 那是累犯 是要重重处罚的 所以法院要结合他的种种情况 来最后确定他的刑期 等于他拖到了那么多次 是自己交代出来的 所以认定为自守 我们看最后是判了两年 两年 这还不算重 不算重 还有罚金 那我们看看现在这孩子小杰 这孩子是给吓着了 总是害怕 所以这件事 是不是对他日后有很大的影响 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心理调节 程老师 对这个孩子的影响 一定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说 在这个幼儿时期 如果有阴影 对孩子的那种安全感 是非常影响大的 小杰本身 那个父母就很早 在他零到三岁这个时期 他就没有这种父爱跟母爱 到这时候 又受到这样一种意外的惊吓 你会看到现在 他反正就是说 自己不敢出去 害怕 那这种伤害 一定是会很大的 而且可能终生都会伴着他 就是我们当然会有一些 相对的干预 但是可能都无法来去解决 在这个当中 我觉得这个犯罪分子 其实在这当中 他是有责任的 我是觉得除了他这种 刑事犯罪以外 如果民事上 其实他们家可以对他提出 某种这种心理上 或经常的赔偿 但是他的量化程度 和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 法律上的不完善的 可能很难在这块得以实施 但是在这个事情当中 提醒大家的是什么 孩子在幼小时期的安全感 受惊吓 对他将来会有 很深的一个影响 那么后续 我觉得应该是家人 更多的陪伴他 然后这个抚慰他 让他逐步淡化 这样我觉得可能会搞好 当然对这个家庭来讲 可能有一定的难处 因为他们对这个东西 在理解个认识 我觉得可能有偏差 没错 翻过来再来说这个李军 他一开始杀人 可能就是生活中 遇到了很大的不如意 再加上这个人的自控 能力又比较差 所以就一错再错 但是他从刑板释放 出来以后找不着工作 所以经济拮据 才去一次又一次偷车 所以我就想 我们这个社会 是不是在给他们 提供机会的时候 也是挺缺位的 是不是应该 怎么样给他们提供 更多的这种就业机会 就能减少他们犯罪的机会 二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刑板释放人员 它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我们除了要加强关爱 帮教之外 我们还是要增强它 适应社会的这个能力 最重要的还是要 落实它的工作 让它有稳定的收入 这样它才能够 有事情可做 有业可救 这样它很快地 就会重新地融入到 社会生活当中来 社会的治理水平 也会随之而提高的 家里人也很重要 对 特别是跟他最近的 生父赶走儿子 只为逼生母献身 你不咱都懂 只要 哪个东西呢 法院审判 生母状告九岁儿子 我有婚礼吗 我妈妈 生父屡次入狱 祖孙相依为命 父母争夺老少受罪 谁抢了儿子的房子 热线十二明日播出